如果没有学到智慧的话 我们都会用自己的号物标准去界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而那个背后是隐藏着一个运作的机制 这个巧妙的运作机制就是 顺我则是 逆我则非 顺我则善 逆我则恶 所以比如说像古代的那些皇帝 你看他掌握生杀大权 如果臣民百姓或是那些文武百官 顺着皇帝的意思 那就是好的文武百官 如果你敢讲那些逆而中言 往往那些人就变成是坏人 但是他们真的坏吗? 不是啊 所以我们要了解善与恶 如果从我们自心里面 从我们那个自我里面去界定的 往往那个都是有失客观 你界定的善未必是善 界定的恶未必是恶 我们需要超越这个层次 那并不是说那些那这样在社会上 没有好人没有坏人 没有所谓好的事情没有坏的事情 并不是这样 事情有是非好坏 有善有恶 有对有错 事情本身是有 比如说一个人愤怒 然后去伤害别人 那个本身的行为 就是去伤害 就是不好的行为 这个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问题是 那个行为本身去伤害别人 包括去杀人放火 这些都是不好的行为 问题是 我们有没有客观的去了解 它背后真正的原因 比如说 在中东 常常两个国家就是在那里 互相的打来打去 假这个国家 他认为宜那个国家 是敌人 是坏蛋 所以他训练他们的成民百姓 就是要设法去把对方杀害 那对假这个国家而言 他们认为杀害 宜那个是坏蛋 而我们要把它灭掉 他们认为这是正确的 这是在爱护国家 理论上好像都讲得通 而问题是 疑这个国家的国民 他们的文武官员 难道真的是坏吗 难道真的是坏吗 那你问疑这个国家 你们是大坏蛋吗 一百个人跟你讲 他们绝对不是 他们会反过来说 假那个国家才是坏蛋 这是二远对立的世界 如果你没有跳脱出来 你没有跳脱出来 你就会两方 你会选择哪一方 然后你认同他 赞同他 然后你就会加入他的阵营里面 然后就落入二远对立的世界 像这样的话 就会没完没了 你认为你在做善的行为 但事实上 那个善的行为是在伤害别人 在毁灭别人的家庭 也不知八 他不以为然 这样讲大家了解吗 所以 如果你没有超越二远对立的话 我们界定的是非好坏善恶对错 都需要此保留的看法 如果我们没有超越二远对立 你就会落入 落入某个角色里面 然后去加入那个战局 不管你再怎么做 没办法促进真正的和调 没办法促进真正的和调 你落入那个战局里面 你就本身就成为二远对立的 一分子一个角色 所以老子是要我们 你要跳脱出来 客观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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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来到无我无私的时候 这时候 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什么事 应该做的 什么事不应该做的 你的良心会告诉你 哪方面我们可以做 哪方面我们可以做 众生所作所为 有他的因果 有他的因果 所以 就是 我们要学习到 超越二远对立 你如果没有超越二远对立的话 你所界定的 往往是不客观的 跟事实会有很大落差 你要提升到没有二远对立 你才能够真正化解问题 好 体会这一点 当你还有二远对立 你会解决某方面的问题 衍生其他问题出来 当你能够来到超越二远对立 你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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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